实际上,随着卡纳瓦罗伦正用真心为和高可逆等五国奖后,去年在横道刚刚斩没头脚的几位小剑出场机会将会变得非常忙忙,特别是22岁的综艺号,在维士豪的强势冲击下,新赛季他的出场时间将会被进一步运缩,甚至面临有求可批的情况,这也是求您最不想看待的事情。 上赛季周一号,完成了从周一半中插到三级跳,作为新一周女最佳新人,去年连赛季前,他并不被看好,但周一号还是得到了卡顺的力挺,去年他共代表恒大在联赛里省发流场,替补次次,并共羡慕无次助攻,表现得十分惊讶,得到了媒体和权力的肯定。 大家有认为,周一号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,不过随着维士豪加盟恒大后,迅速占据了主力,周一号的处境非常不妙,而且球阶同类制,还有于汉昌和唐诗。 这种情况下,周一号面临的竞争拉力非常巨大,即便他的足球天赋,不输走维士豪。 但与这几位老大哥相比,周一号没有任何优势,如果今年,他迟迟在卡末网络手下,迅速获得出场机会,他也有被惊喜的可能。 对于22岁的周一号来说,今年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年,如果在符合阴暗风政策的情况下,依然没球可踢。 那么,他在恒大的前景很老忙,坦虐为世豪持续高官表现,再加上于汉昌超胜利付出,实际上周一号在恒大已经是可有可无的球员。 所以,目前,他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踢上比赛,否则他将会成为恒大乐力科领络的新鲜。